字在人生大學堂 要沒得精彩 就要學多一點 字在人生大學堂 啤梨 字在人生大學堂又見面了 有一段時間沒有見到 因為我們休息了一段時間 然後再來一個新的課程 今次我們的課程 就是講Keep Fit之道 一年很多集 我會找來不同的嘉賓 跟我說一下Keep Fit 什麼叫Keep Fit 有不同的嘉賓出現 至於今集就是我們單元一 第一集我們的題目就是 何謂Keep Fit 我就請來Kathy 我的營養師也是家營的主管 Hello Derry你好 好久沒見了 我爛了 我要再找Kathy 去到計算的卡路里 看看如何Keep Fit 其實我 你現在已經飾了很多了 不過我真的 在第一次見Kathy的時候 我真的肥了一隻豬 我這麼誇張 很好 因為我經常覺得Kathy很好 就是很正面 我看到Kathy那段時間 是最正面的 因為Kathy說的所有事情 都是很正面的 是啊 我們特別處理過 我們的conversation 哦 難怪 我覺得呢 真的 因為我去找Kathy的時候 我通常去銅鑼灣找她 我去銅鑼灣找她的時候 她的辦公室有很多窗 再加上她很正面 我覺得 哇 好像太陽 好天 那樣 我Keep Fit當然要這樣 你不 Keep Fit想Fit一點 無論身體Fit一點 或者我們思想Fit一點 都很重要的 是的 所以我覺得 原來是一個好的心態 裡面Keep Fit 人都會開心一點 開心一點就有信心一點 是不是 當然 是年代的關係 是 我很多客人都會這樣想 是 我想問一下Kathy 其實作為營養師 這個行業 你做了多少年 我上十五年了 哇 Keep得這麼好 我看你好像剛剛入行一樣 不是啊 我要看你喝茶 哈哈 都想是十年 那我就由畢業開始就做了 這行 是嗎 是啊 我沒有轉過行 你跟我一樣 一做一份工作就沒有轉行 很熱愛 很熱愛 是啊 我做電台也是 一入行做到現在 會啊 那我想問你 十五年裡面 其實 對於Keep Fit的定義 或者Keep Fit的看法 有沒有不同度 十五年前 和今時今日 那真的很不同 我覺得 首先 Keep Fit的定義 每個人都不同 是不是 那可能有些人 認為 我皮黃骨瘦 所以是Fit 有些人就說 我要有一點肉 是的 我試過 我有個客人 那時候 我很記得 我很小時候 剛剛出道一兩年 他就來找我減肥 那我一看他 你完全不需要減肥 你是要增肥 然後他就說 他很肥 那他多肥呢 其實就 不肥一點 他165cm高 那他只剩95磅 那你說他是不是要增肥 真的 他真的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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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說 你要增肥 不是減肥 然後他跟我說了一句 令我很傷心 他就說 如果我像你這樣 我就慘了 這樣跟我說 他真的說我肥 可能他自己心裡 對於肥 對於肥 對於瘦的定義 是跟營養師的心目中是不同的 是啊 然後他就說 一定要減肥 那我當然不會接受 那我就告訴他 其實是有表去檢查你肥不肥 不是你自己覺得的 是啊 因為Kathy去查一個客人的時候 其實很仔細 我覺得最 怎麼說我第一次見到Kathy 到了我現在 對於Keep Fit的定義 我是不同了 我學到很多東西 在你身上 謝謝你 真的 對於一個人 肥 肥 還有瘦 因為 慢慢 有很多時間 因為那些 遲些 因為每一次 都會有驚喜 聽Kathy說的話 是他叫我吃那些 我會嘩 為什麼吃那些 他叫我不要吃那些 我說 這些東西不能吃的嗎 就是 從小到大 聽的東西 原來有很多 對於健康不健康 是挺錯的 可能是謬誤 這樣 是啊 人人都說那些 原來就未必是 這樣 是啊 但剛才你說回那個客人 那個Case 就說 那個客人認為瘦 認為肥的定義 是跟營養師不同 是否即使說 年代不同 大家對肥瘦的定義 都有很大分別 這個你 是說得非常之好 我覺得 因為 就 我做了15年 以前 那些人 就在 鄭壽文 跟鄭壽文 那些年代 大家都要 我要骨感 我要出斷 我說我飾了 我就漂亮 或是 我男朋友喜歡我這樣 或者他要沒有胸 穿便比較漂亮 因為看起來更薄 就是他們會這樣說 現在這個年代 他們又有一點不同了 他們會覺得 要沒有病沒有痛 多數都會這樣說 但他們是否要好瘦 未必需要好瘦 除非那些20歲多一點的美女 否則他們都追求健康這個字眼多一點 當然每個人覺得健康這個定義又有一點不同 但整體來說 他們都不想膝蓋疼痛 腳踭痛 或者我驗身報告 查到有什麼紅色看到 就不想了 他們現在有用這個做定義 即使現在這個年代的人有放鬆一點點 最近這一兩年 我都會覺得 可能是年齡層的關係 因為現在30歲至40多50歲的人 在香港來說是比較多的 所以我見的客人種類多數是這個類別 他們做事都做得很辛苦 又有子女 上有高堂 有時候也想自己身體健康一點 對呀 因為那群人真的忙到 尤其是都市人 我們香港 你說30多歲以上的那些 大部分現在衝動要上班 對呀 很怕自己不健康的 其實真的 真的會 我們出街上吃怎樣可以健康呢 所以就多了這些客人 會呀 是呀 但是呢 我的責任就是要教他們 其實不是你覺得就可以了 即是我們都有一些標準 去告訴你究竟你是否健康的 還有呢 我很多客人都會說 啊 我就知道一件事情 叫做BMI 有時候 有些人會自己知道一些東西 然後去找你 對呀 他就知道 我BMI呢 我要多少書合格 他懂這個字 BMI這個字 但是他不知道什麼叫合格 或者怎樣算出來 又認為呢 只是這個合格了就可以了 就是他們做所有東西 就為了整理好這個數字 對呀 對呀 因為這個字眼呢 在近的10年都很多時候出現的 其實是什麼呢 BMI呢 BMI呢 就是體重指標 哦 就是我們的身高 跟我們體重的比例 通常呢 計法呢就是 我們的體重是公斤這樣計 譬如我50公斤 然後呢 我的高度是1.58米 就是158cm這樣 我們就會是 50除以1.58 再除1.58 哦 這樣 那就除了出來的數字 嗯 就是說體重 隨以伸高 再隨以伸高一次 哦 OK 就變成了BMI 體重指標 哦 簡單來說 的定義就是 我們的身體的密度多高 哦 如果你密度越高 代表了你就越肥了 好 你患病的機會就越高了 那那個密度是 即可能 無論是脂肪 或者是肌肉 都是一個密度 啊你又很聰明啊 Berry 我真的要讚你 啊 因為呢 其實說得對 因為這個體重指標 有一個地方是會不準的 就是 譬如肌肉多的人是會不準的 哦 小孩子又不適合用的 老人家都未必適合用的 這個 為什麼小孩子不適合? 小孩子他們肌肉少一些 還是怎樣? 他在發育肌肉的身高和肌肉 或者脂肪的比例 根本是不成正比的 哦這樣的 是的 那他是大還是大人才適合用 哦 所以其實真的 有很多裡面的細微的東西 大家要檢查一下 譬如肌肉藍這樣 也不會適合用的 那也是 他肌肉當然是高 微思密度一定高的 那我想問 這個突然間拆開了的話題 是 肌肉藍呢 其實 其實瘦 就是看上去 很實的那些 就是 不是很大塊 但是很硬的 好像鐵的那些 那些是 在營養私心目中 那些是肌肉藍 還是那些 有些好像你看到 很脹很大塊 但是其實我懷疑 它有一點鬆鬆的 爆爆的那些肌肉 哦 肌肉就是 你要看它的脂肪的率 就是高還是低 那正常男士呢 正常 30歲以前呢 就應該是 14-20%脂肪 那如果呢 大於30歲 就應該17-23%脂肪 那叫標準 但是肌肉藍呢 就比這個標準 才變成好肌肉 因為要很薄的脂肪 才可以顯現到肌肉 分分鐘它只有4-5%的脂肪 是啊 聽聞 你小龍不是很少的 很少的才會見到一塊塊 哇 真的 真的很難 要變成這樣 要變成這樣 真的要很多苦工要下的 但是這樣 是不是就代表是最健康 或者健康呢 又另外一個看法 對於營養師來講 會的 你問我 如果脂肪率太低 是不是也好 就未必是好事來的 不過 可能他們有些是工作需要 對 或者是喜好 但是你問我最健康 就應該 比如30歲以前 14-20%脂肪 30歲以後 就17-23%脂肪 是男士的 這樣 我就覺得是最健康的 嗯 如果你剛才說 啊 看起來很大健康 但是好像有點鬆 那些 那些可能呢 就是 有些肥了 可能真的會 嗯 嗯 通常我遇到 男士有兩種客人 他們呢 就有兩種肥法 嗯 一種呢 就 不要介意我這樣說 就是 好像羅茲威爾外星人 那樣的 就只是 肥在肚上 哦 哦 哦 是的 那一些呢 就好像你剛才說 看起來好像很大塊而已 但是 又好像不太肥 但是又好像很肥 那些 就是均勻地 肥在全身的 皮下脂肪那裡 哦 米芝蓮 哈哈 那它呢 就看起來好像大塊一點而已 不是肥的 那樣 但是其實它就真的 一量的脂肪率 是分分鐘超標的都很重要的 哦 那我們 那大家 你們聽著三機 或者看著我們這個節目的朋友呢 你們就對於Kip Fit 認識多一點點 大把時間的 我們現在休息一休息 稍後回來呢 繼續有Kathy在這裡 跟我們講一講 Kip Fit之道 何謂Kip Fit 自在人生大學堂 Kip Fit之道 單元一 何謂Kip Fit 在我旁邊還有Kathy 我們的營養師 Hello Hello 好了 剛才就知道一些Kip Fit的定義 就是一個Fit的定義是什麼呢 剛才說到 究竟你是 人本身很瘦 但是有個大肚子 還是整個看上去 你覺得 它大大件 好像很大隻 原來 它是脂肪過高 有些 但有些女生就說 原來她 本身很瘦 只有那九十幾磅 那 165cm 但是呢 她就覺得自己 很肥 那你見到那些客人 就是什麼人種都有 還有他們什麼心態都有 是的 我們要不斷這樣 調整她一個正確的心態 就是她來的時候 可能她會很激動地堅持 自己是對 或者自己覺得就是對 是不是真的有的 很多的 她會覺得 你給她意見 不適合她聽 她不聽也可以 但是 就是她自己 有沒有一個正確的心態 我們就希望都能調整她 所以我們都接觸不同的人 嗯 不過 我又說回我自己的實例 真的 我來的心態 第一天 還有 我到現在 這段時間 我就少見了Cathy 現在會見多些 因為我經常都在這個節目見到 那 我自己的心態都不同了 正面的 正面地進步 真的好像上學一樣 正面對 很開心 哦 大家聊聊聊天 因為 我想大家 我覺得有個位置可以調整 不是那麼死板的 即是說 你飾不飾 譬如剛才我們說到那個BMI 只是其中一個指標 例如 我剛才說的例子 譬如 諾之威爾外星人那種肥法 其實BMI可以合格的 是的 是的 因為她 她沒有肌肉 她沒有什麼肌肉 只肥在肚上 手手腳腳很幼 其實她分分鐘BMI合格 但其實她是很不適合 因為我們說 原來脂肪會坐在兩個位置 一個就是皮下 另一個就是內臟的周圍 那於是如果坐在內臟的周圍 當然是沒有那麼健康 因為 那些脂肪會滋化我們的器官 令到我們的器官 是有 即那個功能是差了 嗯 如果皮下脂肪 其實就沒有那麼傷的 嗯 就看下去 肥一點 大分一點 但是 我們的內臟 增加我們患病的風險 是高一點的 咦 那即是說 令我想起我曾經認識一個朋友 即是 不是曾經 現在還是好朋友 她曾經跟我說過一件事 她是瘦的 是 她跟我說過她看醫生 她要戒很多東西 因為她不知道什麼高 什麼高 什麼高 你這麼瘦都高 是 她比我慘 她很多東西都不能吃 是 是不是就是類似這種人 其實她內臟 她那些叫蘋果形 我們就說 就肥在一個肚子 於是 她就 內臟的脂肪很高 所以患心血管毛病 或者中風 或者是 那些膽固順高血壓高的機會 是比別人高的 咦 那即是說 可能有些人 她自己不覺不覺的 即是 如果從來沒有見過 Kathy 沒有見過任何營養師 或者看醫生 去到 Full Body Check 她以為自己是 偏瘦 說不定她有很多人已經 過了位 她們很多時候 會這樣說 她說 我很瘦的 你看我多薄的身 我是有個肚腩 即是她們會這樣說 是的 但是 其實往往最重要 就是肚腩 但是 譬如 如果我們計算BMI 根本上 原來計算不是唯一一個指標 是 access我們究竟是否 fit 這樣東西 還有很多的因素 譬如 我們要看看我們的腰圍 對吧 是啊 是啊 原來腰圍 就可以知道 我們的內臟脂肪 是否多 因為 世衛都有一個標準 就是 如果東方的女士 就不要多過32吋 腰 而東方的男士 就不要多過35吋 腰 哦 原來女士可以32吋 35吋 說成年人 成年人 成年人 哦 那又輕鬆一點 一聽到這些數字又定 所以我們要多角度去看 不要只看一個數字 除了腰圍之外 還有一個衍生 就是腰臀比例 腰臀 就是什麼 腰臀 就是腰和hip的比例 哦 腰圍除以hip的比例 哦 那有些人是hip又大 腰又大 對 除出來的數字 可能是1 是的 但是我們不是要1 我們女士要0.8 男士要0.9 男士可以大一點嗎 因為女士會 零龍頭突一點 所以腰幼一點 hip會相對大一點 所以比例是0.8 男士是直一點 0.9 哦 是啊 那你就看看 看看自己是 除出來的數字 如果 例如女士小過0.8 男士小過0.9 就等於她是這個 啤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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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如果她大過0.8 或是大過0.9 那個就是蘋果型 蘋果型 蘋果型 反而是比啤梨型 啤梨型健康一點 啤梨健康一點 原來很棒 我還以為是啤梨型 哇 你整隻啤梨 快點減減它 對 啤梨健康一點 因為皮下脂肪多的人 就是啤梨 如果是內臟脂肪多的人 就是蘋果 啊 哇 即是 又開心了一點 每一次見到Kathy 聽你說的話 很開心 我想問你 其實你做營養師 十幾年裏面 你的宗旨 或者來見你的客人 他們的目標 都有不同 嗯 你覺得Kathy 最重要是 為甚麼 這樣真的很多人 有不同的心願 有些當然說 我要健康一點 就算他貪美 最後都會補他 我想健康一點 好像 只是貪美 不太好意思 哈哈 哈哈 但是你再問下去 他只是貪美 通常是年輕一點 其實我想問 貪美 真的 以你的心目中 覺得他是以健康為先 大概的比例 貪美 還是健康 那 看看他甚麼年齡組 年輕一點 二十幾歲 對呀 那你問我 他說 關心健康 我都有點懷疑 那倒是 那倒是 通常他們說 健康 我就說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其他原因 這樣 哈哈 我要他 說到貪美為止 因為通常 其實都是貪美的 如果他不了解自己的 motivation 那就做不到這件事 是啊 另外 當然 上了三十歲或以上 他們多數都是重視健康 因為很忙 那他覺得 他的人工買走了他的健康 所以 就會變成他又重視健康一點 那是否通常 那些叫臨急抱佛腳呢 即是來得找你呢 都是 都會的 因為在二十幾歲 持住自己有健康的時候 然後就拼命地用了健康 然後呢 就到了 真的有些不健康 或是怕自己不健康的時候 他就來找我們 想健康一點 這樣 那我又想反過來問 有沒有人是 其實他本身都很健康的 但是他真的很自律 又或者是很好學 然後他就走來去找你呢 有的 他都有些感覺 不過比較少一些 就是一兩個百分之的人 是的 因為很多人呢 他們都 喜歡健康 他們都看很多資訊 現在都有很多資訊 網上 電台電視 什麼都有 但是呢 如果你問我呢 他們有一些人說 想要有一個 Balanced diet 這樣的 即是令到自己 全日裡面 均衡一點 對 想知道自己是不是 Balanced 有這個說法 這些很乖 很乖 是的 但通常他們問我 那些多數都 真的很厲害 沒有什麼 說不好的了 嗯 那他只想確認一下 哦 那就是 按個按 Taffy說OK 是的 這樣 但是大部分 是不自知地 是不健康的 他們都是 那我想問呢 去Keep Fit 除了我們要 關乎健康 那 還有沒有其他的因素 例如說 會不會有些人 他們自己壓力大 會影響健康 或者健康不好 或者肥 影響他的壓力 其實現在 體型 體質 和心理 都有很大關係 現在真的很大壓力 不論是 小孩子 或者大人 都有 譬如小孩子肥 不fit 你猜一下 他在學校會 會變成怎樣 是啊 我記得小時候 我有個同學 他是肥仔 那些人經常欺負他 他又不開心 按個花名 叫肥 什麼 是啊 很可憐 然後就不停笑他 但其實 他很可憐 他吃東西 不敢被人看 他就躲起來吃 我很記得 小食部的時候 他買完東西 因為他怕別人 一吃東西 被人笑 他就躲起來吃 我覺得他很可憐 其實我小時候很瘦 我經常想陪他 因為我想他給我吃 哈哈 那你有沒有 譬如你太瘦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有些不好 我太瘦的時候 不敢脫衣 因為我覺得我太瘦 游泳的時候被人笑 是啊 這些都涉及一些自信心的問題 也有壓力 有啊 有啊 剛才我們說 fit不fit 除了說肥之外 原來太瘦也會有壓力 對 fit那些沒有壓力 fit那些又怕太多人追 哈哈 很大壓力 我一脫衣 我一個都走來看著我 是啊 譬如我自己 小時候都挺瘦的 我妹妹小時候就有點肥 她就會這樣的 我的家人 經常都會說 是不是我妹妹吃完我的份啊 這樣 然後我妹妹又有壓力了 我又有壓力 因為我吃得不夠多 我又會被人監視著 是不是吃得很少啊 你這樣 或者我根本吃得多的時候 他們都仍然批評我 你為什麼吃那麼少啊 這樣 是啊 有時吃得多與少 那個對於每個家庭 每個人的定義 真的 你那個定義是 在於你們自己的成長環境 教育 你是這樣 但是對於一個營養師 你吃得多與少的定義 是很不同的 還有呢 其實小的人吃得很慢的 其實 但是肥的人吃得很快 所以 有時 譬如 你當在學校吃個飯盒 這樣算 如果 肥一點的小朋友 他吃得很快的時候 他又會覺得 哇 我們都未開始吃 你為什麼這麼快吃光 又被人說兩句 是啊 瘦的小朋友 哇 很滋陰的 吃得很慢的 慢慢吞 慢慢咬 那又嫌別人吃得慢 那 於是 好像心裡 很著急 要快點吃 這樣很辛苦 哦 你令我想起 我以前 讀書的時候 我的午餐時間 是最慢的 我小時候不是我瘦的嗎 是 那我的同學說 哇你吃得這麼慢的 他們的男生 好像覺得吃得快 是威的 很快 是覺得好像很man 哇我兩口吃得這麼慢的 但是我已經盡食了 他們自己的口很快 對 好像小時候高一點 高大一點 好像厲害一點 小顆一點 又好像差一點 不是啊 我這些小顆一點 哇 站前面 我站後面 我媽媽會說一句 她會說 我們做 因為我本身都是小顆 然後我媽媽就會說 小顆真的蝕底了 你有沒有聽過這些 有啊 上一代經常說蝕底這個字 對 然後成為一個壓力 反過來 我現在我不會這樣跟我的女兒說 我的女兒都小小顆 然後於是 我就想 嗯 小顆的人 靈活一點 我很喜歡聽Kathy說的 大家慢慢慢慢 現在每一集都會聽到很多 每一件事 其實都有它的長處和優點 大家再繼續吸收 我們先休息一下 自在人生大學堂 Keep Fit之道 單元一 何謂Keep Fit Kathy 我們的營養師 Hello 大家好 不好意思 好 自在人生大學堂 Keep Fit之道 單元一 何謂Keep Fit 我們的營養師Kathy Hello 大家好 Hello 第三部分 我們今天 讓大家再了解 多一點 什麼叫Keep Fit Keep Fit 有什麼用 我想問 來見你的客人 就是剛才你說的 有些貪美 有些就臨急補佛腳 因為發覺身體有些毛病出現了 有些就 可能他們 有小到大 對於Fit的定義 可能有些錯 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健康 是不是健康 還有一些 有些很特別的原因 是想不到的 例如呢 他們最近有很多人 這幾年就說 我要跑馬拉松 所以我要來健康一點 對 應該現在這幾年 多了很多這些 沒錯 那他們的心態是什麼 跑馬拉松要Fit 就是他們要強壯一點 對呀很輕跑馬拉松 對呀 但是他們都是臨急抱佛腳 有很多都 對呀 有些當然比較積極一點 每次馬拉松都去 但是他們 都不約而同 是想輕一點 跑得快一點 哦 跑馬拉松又有 然後又有些 我要結婚 對呀結婚 哈哈 我旁邊那個就是 對呀 沒錯 哎呀 我就是要結婚 因為其實呢 我又說一下為什麼我這樣做 因為我自己都 頂自己不信一段長時間 真心 就是那個就是 剛才說的那個自信 可能 就是我已經覺得 葉文輝 你不要再這樣了 還有些什麼 不要再自暴自棄 是你不要再自暴自棄 但是你有時候 哎 最近都OK啦 又未去到 就是被人家炒了我 我沒有事做這樣 但是自己都覺得 不是啦 葉文輝你可以 所以各樣東西好一點的嘛 你快點 找一個動力 那我唯有用結婚做一個動力 是啊 我真的覺得 啤梨你是很厲害 我很喜歡你 所以呢 你現在瘦了 要更加好 嗯 會得更加精彩 做更多多好的節目給大家聽 嘩 你看看 我突然增強力量了 有Kathy說兩句 那些人就是為了結婚 我想很多 因為很好笑的 講一個小故事給大家知道 話說呢 我去找Kathy的時候 聊天 我不知道為什麼 聊聊聊 發現我有一位 從小到大的朋友 她在十幾年前 對不對 我最初出道的時候 Kathy 最初出道的時候 原來找Kathy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這位朋友 是十幾年前結婚的 她是不是結婚的時候 她還沒有 她已經很瘦了 但是呢 有瘦了 對呀 剛剛生了幾年 三四歲 對呀 我要爆她 她是一個消防員 她很大隻 但她也覺得不行 要學習多一點 關於Kathy知道 所以就找Kathy 嘩 但是我想起 另外 我記得 十幾年前 我這兩夫婦的朋友 她真的突然瘦了 但是她沒有告訴我 怎麼搞 她沒有告訴我 找Kathy 你沒有問她 那時候 你還是健康的 對呀 所以你不需要 對呀 對呀 那時候可能我健康 她可能心想 我不用告訴你 你都沒有這個憂慮 我現在就知道 我現在有她十幾年前的憂慮 所以我就去找Kathy 有些就是 覺得自己要健康一點 對呀 還有一個你想也想不到的 嗯 就是呢 有些八十歲的老人家都有來的 唉唷 為什麼呢 那些是自怨 還是被人逼她來的 其實呢 通常都是家人勸她來 然後她最初有機會 有些不想的 嗯 但是有些都會自己很新潮 有些老人家很新潮 對呀 對呀 那她就說我想健康一點 是 想做家人的負擔 這樣 哎呀很好呀 我聽到她這樣是很好呀 其實 其實 家人知道老人家健康是很開心的 沒錯 因為呢 他們很多時候走路都比較辛苦 對呀 太重了 有筋膜炎 或者膝頭的勞損 這些 有些甚至要換教 那他們呢 就 什麼叫換教 換了膝頭的教位去 啊 真的嗎 對啊 就是無選到 你走每一步路都刺激著你的神經 痛著 這樣 那你就知道多麼痛苦 所以就換 就是 把軟轉下去 啊 現在呢 有一件事真的不得不承認 就是 身邊的人 多了講 自己有什麼身體無病 嗯 真是證明我那個 generation的人 年紀都開始大 但是 你剛才說膝頭的痛 是啊 怎麼會想到有什麼事呢 從小到大 譬如我以前跳舞 弄到膝頭哥 波羅蓋反了 都是覺得會好回來 做什麼都覺得是會好回來的 是啊 現在是沒有做錯的 無緣的膝頭哥 如果有這些舊患 你更加要小心 一定要保持到自己身體的體重 是盡量穩定 不是的話呢 體重成為負擔的時候 他的舊患就會發作 是啊 Kathy又知道一件事 我之前還沒告訴你 就是奧特哥 我沒有想過你的膝頭哥 反轉再反轉 是啊 哈哈 左邊的膝頭哥 跳舞 一樓就反轉了 然後就 好嚇人啊 那時候是讀演藝學院 然後就發車抬演 很厲害 這個事件 我沒有聽過 是啊 那時候呢 原來我那個動作呢 就是大家現在看片的人就知道 當我這裡是一隻腳 我一踢一扭 我突然停了在那裡 那時候有小過三四十人 一起在後面跳 那我在中間停了在那裡 那我常是一個法國人 他就 我班主任來的 他就問了什麼事啊 為什麼你這樣啊 不跳啦 因為他很兇的 我就不動 說不到 然後我就說 我很痛 他問什麼事啊 我眼睛看一看一看 然後他就問 是不是出事啊 我就是 我呼吸都很痛 然後就叫白車 我圓的形狀 這樣開了 動一點都很痛 回到醫院就說 原來我腰骨反了 哇 那一下就是 究竟我是立即開刀手術 還是做一個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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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問你那個刃帶都沒有斷了 幸好沒有斷 哇 你的刃帶很強壯啊 幸好 但是我就是做了那個叫鑑引牌那一下 我沒有開刀 因為他沒有去到全反 你當他70% 那你眼睛有沒有滴下來 一直滴 滴到說不到話 我說痛那字都說不到 那我就記得 進去東區醫院 哦 真的 然後就 然後就 然後就有一個叫風濕的毛病 從小時候都已經有 哦 令我知道原來風濕呢 是下雨前痛的 隱隱作痛 隱隱作痛的 又不是真的好痛 就是下雨前有些隱隱作痛 下大雨是不會的 嗯 很特別的哦 是沒有下雨之前 就會有 哦 老人家呢 他有整個天文台 沒錯啦 對呀 其實我也可以報天氣的 做完節目的時候 哈哈 我小孩都在隱隱作痛 沒錯呀 你成為了老人家的一份子 對呀 Kathy我不可以重的 因為我重的 我小孩就會一直痛 對呀 因為呢 為什麼80歲都要減肥呢 我們都不會叫他減肥 嘩 100磅 不會的 我們輕微輕微 10磅 原來他又下床了 有些痛就下不了床了 嘩 那我們真的要為了健康呢 要把自己的體重好好地管理 好 我們休息一休息 稍後回來 繼續有我們的營養師 Kathy 在這裡 自助人生大學堂 我們KEEP IT 知道單元一 何謂KEEP IT 有我們的營養師 Kathy 是 Kathy今天很開心 即是我們第一集 就已經發覺 原來KEEP IT 是很開心的 即是去到這一刻 我們了解多了 當然啦 即是要深入的話 即是要再長一點的時間 但是 是可以有開心 有健康 為何人比較好 是的 你看看他 整個 Role Model出來了 又自信了 又健康了 真的會自信了 真的 真的 是的 即是我是本身 可以挺起空堂做人 是呀 即是那一刻 唉 叔叔 Kathy 唉我自己頂自己不順 那一刻 退後那一刻 看到Kathy的第一天 還有現在 即是當然 我也要再挺起空堂些 但是原來 因為那個人 KEEP IT 之後呢 是會做任何事情 動力好像比較強 有 有沒有精神了呢 其實 有啊 好緊要啊 我記得 我又記得 我第一次看到Kathy 那時候 我整天都有 我告訴Kathy 我整天覺得累 嗯 是的 為什麼會累呢 原來我們亂吃東西呢 譬如我們整天去 一些茶餐廳啊 或者吃 吃那些油 可能質素始終沒有那麼好 沒有家裡那麼好 嗯 所以呢 我們的血脂含量都比較高 嗯 那令到我們的血液循環會差一點 那些血 哦 濃度高一點 那於是呢 我們經常呢 血液循環差 或者心臟風血 辛苦一點 對不對 那人就會容易累一點 那當然 我都經常形容 譬如 如果過重的時候呢 你就好像揹著兩個行李箱去街 是啊 那你當然累了 就是去日本的時候 大家留意 日本呢 你要自己拖行李箱的 泰國 你不用自己拖行李箱 日本的時候 哇 拿那些很累 拿上JR那個 沒錯 那個樓梯的時候 沒錯 那個樓梯很辛苦 還要男人拿 對 每天拿著行李箱這樣 啊 真的很辛苦 所以其實就要放下行李箱 是啊 寄倉 譬如 我有一些客人都會說 譬如他乘巴士早上 他還沒開車之前 就一定要從頭睡到尾 車程 但是呢 他減肥之後 他覺得不需要 他覺得睡醒很精神 啊 是啊 那陣子最健康的時候 睡醒精神 之後早上起床呢 腦子轉得快一點 好像 是的 太瘦也有這個問題 都會累一點 會不會因為 那個人呢 FIT了 除了是健康了之外 那個叫做 你剛才也有說到 一個人的壓力少了 你做所有東西動力都強一點 是啊 還有可能 吃東西平均一點 各種營養素 你都吸收到的時候 那個人都當然是 順暢一點 FIT一點 還有那個動力都會是 多一點能量 這樣 那我想問一問 Kathy 那如果 現在聽到三機的你 或者看著我們做節目的你 你從來都沒有見過營養師 你都自己從來都 就是 Touchwood 又沒有什麼事 不過不失 那又 最多等到雙峰一下 那 那 我怎樣去到檢討 我其實 有事未呢 那最重要呢 就是 定期做Body Check之外 那 我們都可以 計算剛才我們的BMI 量一下我們的腰臀 比例 腰圍 其實很簡單 這個都可以的 另外呢 我們在這個 就是 衛生署 都會有一個 體重表的 會跟回你的高度 你都可以檢查 究竟自己的體重 是不是 在一個健康的範圍裡面 嗯 那大家知道了 就算你沒有什麼 你覺得自己的健康 來不中檢查一下也好 因為究竟你會不會是 外星人那種的身形 還是看上去大大件 以為自己很健康 但其實裡面又有很多脂肪 又會不會你看上去完全沒有問題 表面脂肪 皮下脂肪 沒有什麼 原來內在脂肪更高 都要留意一下 我想來不中檢查一下 都沒有壞 是嗎 絕對是的 尤其是我建議現在是30歲以後 都一定要每年做Body Check 因為很多疾病都年輕化了 嗯 所以大家記住了 我們呢 Keep Fit 是為了自己健康 和走得更多的路 和人生更加開心 和正念的 好啦 我們今天的單元一第一集 要多謝我們的營養師Kathy 拜拜 拜拜 在人生大學堂